肖大刚光棍了四十年 连女人味都没闻过 不过今天她运气格外好 遇到一个女人主动献身给她 大刚喘着粗气 刚从女人身上爬下来 就平静地问她 大刚说的孩子 其实是冯艳丽的 几天前 大刚很不幸下岛了 在2000年的中国河南 一股下岛风波席卷整个中国 生活在安阳的肖大刚 正是这场风波的受害者 本就生活不宽裕的她 净亿万下岛了 这让她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一天晚上 她来到一个夜市 想吃一碗板面 结果搜遍所有口袋 发现六块钱都付不起 她只能借口回家取钱 然后把厂子里剩下的菜票 都拿去找工友换了几十块钱 走投无路的她本想离开这个地方 去看看别的地方能不能找条活路 没想到在这时 一个意外却打断了她的所有计划 她拿着换来的34块钱 再次来到面摊 不料老板却让她帮忙抱一个婴儿 大刚以为是老板的 没想到老板却说 不知道是谁放在这里的 大刚很好奇 就拉开婴儿的小辈子一看 意外发现留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寻求好心人 收留照顾孩子 每月生活费200 还有一个联系电话 大刚一下很心动 这200块钱 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她本是个操老爷们 根本不会照顾孩子 但为了那200块钱的收入 她只能找老板要过孩子 大刚抱回孩子后 孩子哭哭啼啼 她很是无奈 她虽40多岁了 却并没有结婚 也因此丝毫没有过 如何照顾一个婴儿的经验 这样的手忙脚乱 让她格外有些烦躁 她不知道孩子回来是对是错 但很现实的是 那200块钱她很需要 即使硬着头皮 她也得把孩子留下 等到第二天一早 她就去买了一个奶瓶 孩子踩着安静下来 随后 大刚抱着孩子去打电话 按着纸条上的号码 联系了孩子的母亲 商量一下 收留照顾孩子的事情 很快他们就约在了一个面馆见面 冯燕丽长得挺漂亮 打扮也时髦 与土力土气的大刚对比 一看就是光鲜亮丽 但她的身份 却是实打实的不体面 即使在那个年代 红灯区的女人从来都没有好次形容 后来冯燕丽要了两碗面 几天没吃饱的肖大刚 毫不客气地大口吃了起来 冯燕丽看她是个老实本分的男人 就拿出200抚养费给她 还叮嘱她多买点好吃的 千万别饿着 临走的时候 冯燕丽抱了抱孩子 就自己坐公交走了 冯燕丽照顾不了孩子 却还是生下了她 一方面曾想过 拿孩子要挟孩子的父亲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女人 心总是柔软的 希望能在这个世界 留下一点美好的痕迹 冯燕丽正陷入思考的时候 一个老色皮 却偷偷摸摸摸摸她屁股 冯燕丽气不打意出来 摸谁呢你 杀笔 底层女人也是有尊严的 虽然工作不体面 却也不想被人随随便便地占便宜 下了车后 冯燕丽来到邮局 她把自己传的钱都寄给了家里 还工工整整地写着 爸爸 让弟弟上学 生活对冯燕丽已数不易 明明沦落到了 用最不堪的手段进行谋生的地步 却还是一个人抗起了所有 冯燕丽日复一日地 在KTV给人按摩 麻木地就像一个机器 闹钟一响 冯燕丽就迅速地坐起来 还把边上的男人叫起来 男人抱着裤子刚要走 冯燕丽就喊住她 哎 想啥呢 钱 每一个肮脏的女人背后 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KTV包间里灯光昏暗 冯燕丽把一个男人推开 把你买笔的钱嚼出来 男人叫高老板 实际却是个地痞小流氓 靠着凭燕丽的钱挥霍无度 手下养着几个混混 冯燕丽的孩子 就是高老板的 冯燕丽孤苦无依 一直渴望有一个家 可高老板却只把她 当作了挣钱的工具 另一边 肖大刚因为家境原因 也一直没能有自己的家 也没能有自己的孩子 这个婴儿的到来 一下子将她心底柔软的那一面激发了出来 后来 肖大刚用那两百块钱 在家门口支起了一个自行车修理摊 既可以工作 也可以照顾孩子 日子倒也慢慢好过了一点 朋友看见后 就主动替她介绍对象 到了晚上 才是光棍最难熬的时候 肖大刚躺在床上 听着楼上女人恩恩那样的喘息声 她也心痒难耐 然而还没等到相亲成功 她与冯艳丽之间的关系 却在第二次见面时 变得不简单了 与此同时 高老板这边也检查出得了癌症 还是晚期 高老板回老家时 老娘就劝她 这句话让高老板很震撼 也知道了自己要去做什么 没想到却把肖大刚逼上了绝路 到了约定好 拿第二个月抚养费的时候 肖大刚就抱着孩子去了 冯艳丽见到孩子时 好像孩子心有灵犀一样 总是哭闹不停 冯艳丽不忍心看孩子哭 就抱过来给她喂奶 肖大刚见到这一幕时 还是觉得应该将孩子还给她 我今天想把孩子还给你 肖大刚有了二百块钱 已经解了燃眉之急 她认为孩子留在母亲身边 才是天经地义 可她并不知道 冯艳丽并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照顾孩子 为了留下肖大刚 冯艳丽选择拿着自己的身体 和她做了交易 表面来看 这原本纯洁的关系变得很肮脏 但另一方面 两个苦命之人 更能体会对方的不容易 也更容易彼此吸引 有了肌肤之亲之后 肖大刚想留下冯艳丽 冯艳丽同意了 白天肖大刚带着孩子 在门口修自行车 冯艳丽则领着不同的男人回去 他们从来没有介意过彼此的身份 只是维持了一份相互寄生的关系 在这个冷漠而麻木的世界里 因此得以彼此取暖 我们外人看起来尤为荒唐 然而肖大刚每天目睹这一切 却毫无波澜也毫无起伏 我们无法定义他们之间的感情 也难用一种朴实的价值观去形容 至少在我看来 他们之间并不是爱情 但是比起爱 我想他们都更渴望彼此 带给他们的那份存在感 这样的日子看起来很荒唐 却是肖大刚和冯艳丽之间 最平和且幸福的一段时光 后来他们逐渐变得很默契 有空的时候 还会像真的一家人一样 带着孩子去逛街 给孩子给彼此买东西 他们在残酷社会的压力下 组成了一个貌似和谐的家庭 却只是如同昙花一线般短暂 直到有一天 高老板带着人来 冯艳丽主动地脱下外套 旁边的男人等不及就主动帮忙 他们迫不及待地完成交易 因为他们毫无感情可言 年底了 肖大刚和冯艳丽又带着孩子去逛街 他们两个都是没有安全感的人 谁也不敢轻易许诺 一个无法有任何保障的未来 可他们也有渴望 渴望未来可以给他们一个家 一天下午 肖大刚正在门口干着活 突然高老板和几个混混过来 他们看了一下篮子里的婴儿 肖大刚立刻紧张地站了起来 高老板一句话都没说 就带着人走了 肖大全很纳闷 一直站在原地不动 高老板知道孩子后 就想找逢艳丽要回孩子 这就是男人的可恨之处和可怜之处 直到知道自己将要死了 才知道孩子的重要性 高老板谋划着要回孩子的时候 冯艳丽和肖大刚 继续过着他们默契的日子 一个在家揽客 一个在外修车 谁也不计较 谁也不难过 冯艳丽忙完就做好饭 等肖大刚收工回来 两人俨然像一对正常的夫妻 冯艳丽在这段时间里 似乎找到了家的温暖 于是他就提出 我想到了明天开车就不干了 肖大刚默认了 于是第二天 两人带着孩子去照了一张全家福 眼看美好的日子就要来临了 可是几天后 肖大刚正在家门口干活 冯艳丽领着一个男人刚要回去时 高老板就来了 看着高老板上楼后 肖大刚立刻抱着孩子 也跟着上去了 他站在门口听着他们的对话 眼里 上次我大年 说我喝多了 我听着你露了肝大声 我记得吃错了 那孩子的时候 更说我有对 这孩子 我认 孩子还是由我来养的 冯艳丽不想把孩子给他 肖大刚就进来了 高老板碾了两次 他都不走 高老板再一次碾他时 没想到两人动手了 我扯手跟他说点事 你知道吗 要是 啊 你最 耶 冲突是一瞬间而起的 肖大刚一时失守 本就因为生病脆弱的高老板 就这样离开了 肖大刚却也因为过失而被关了进去 冯艳丽带着孩子去看他时 肖大全还告诉他 回来的时候 冯艳丽带着孩子 来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面馆 他还是点了两碗面 但却吃着吃着就哭了起来 生活无常 刚有的希望又灭了 那个年代 又有多少和他们相似的人 同样在苦苦挣扎 或许早已数不清了 后来本想收手的冯艳丽 只能再干老本心 只是没想到 没人照顾孩子后 孩子却意外弄丢了 一次扫黄打飞行动中 冯艳丽在逃跑过程中 只能将孩子随手塞给了一个路人 等到脱了身回去找的时候 发现路人早已消失不见 而他慌乱中向边上的人打听时 却被早已埋伏好的便衣抓了个现行 毫无意外 冯艳丽被遣送回了老家 而那个孩子 至今是个谜 但是冯艳丽多么希望 那个路人就是肖大刚 这样他才能重新找回那个梦想的家 这是一部足够揭露人性本性的电影 好坏从来没有绝对性 但善恶却是能够选择的 无论我们处于哪个阶层 或者我们所处的环境多么恶劣 但至少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内心 纵然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 但也不要去害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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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